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一瓶抵萬瓶的萬用神仙水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像現在夏天啊 大家塗抹保養品都塗了好幾層 肌膚感覺又黏又難吸收 所以如果我真的只用一瓶的化妝水 到底行不行呢 其實最近在Instagram的社群媒體裡面 蠻流行的一個標語就是NOVA美妝產品 就是有一些網紅他們在標榜 可以簡化自己的保養步驟 或者是一天不要使用保養品 其實他們的理念是說 如果你每天給肌膚很多道保養程序 化妝水 精華液 乳液 這樣久了之後皮膚會發懶 那我們就簡化我們的保養步驟 或者是只要使用一瓶保養品 甚至就是來個肌膚斷食法 什麼都先不要用 然後讓我們的身體自然誘發這些 該分泌的油脂養分保濕成分 這樣子皮膚就會越來越強壯了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就來實施一天 只使用一瓶萬用的生鮮水 其實是可以試試看的喔 像其實這一瓶就是碧兒泉的這個 被暱稱是什麼 精透奇蹟水 我覺得就可以來試試看 它其實就是水狀 可是它是一個精華水的質地 所以這一瓶化妝水啊 在使用前要先搖一搖 讓它的成分比較均勻之後呢 不要使用化妝棉 蠻省錢的 然後呢把它滴在掌心 大概六到八滴左右 你們看一下這個就是 其實它也就是像水一樣 可是它又有一點濃濃的感覺 六到八滴左右之後呢 你就在掌心 塗抹在掌心上 然後用輕拍的方式拍到皮膚裡面 因為它不斷地輕拍滲透 它的這些水的一些保養成分 就可以進入你的皮膚裡面 這樣輕輕拍拍拍拍拍拍 它的味道其實非常的香 就是一種礦泉精脆的味道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它完之後就好了 你其他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就可以化妝或是出門去了 那萬用的神仙水到底該怎麼使用呢 其實像這種水類啊 大家會想到說就是用手輕拍 或者是用化妝棉 如果你把化妝棉沾濕 然後擦在皮膚上面 其實化妝水比較可以均勻的 在皮膚上面施展開來 所以用化妝棉其實是可以就是 讓化妝水使用的更有效率的一個方法 那有的人說那到底是要用拍的 還是擦的還是按摩呢 其實有一種說法是如果是擦拭的話 就是這樣子擦拭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去角質的效果 或者呢是有的人呢就是用按摩的方式 就是化圓 化圓其實也是有一點點幫你去角質 並且把一些化妝水 或是這種神仙水比較厲害的成分 能夠滲透進去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輕拍 用化妝棉輕拍 也是讓成分滲透到皮膚裡面發揮好的效果 像化妝水輕拍的方式啊 我覺得這一瓶也算是一個經典的代表 就是Alubion的健康水 也叫做健水 那他們就是建議啊 就是化妝水沾濕 然後用輕拍的方式 其實這樣輕拍幾次 然後最後再用掌心這樣子 按壓一下 讓它滲透 這樣化妝水的效果就會很好了 其實Alubion這瓶健康化妝水 在剛上市的時候 它今年應該是有45歲囉 然後在日本大概剛上市的時候 其實它一點都不賣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這一瓶白色的水到底要幹嘛 後來大概不賣了10年吧 然後日本的那個有一個美容師突然想到一個方法 他為了要讓大家體驗這個健康化妝水有多好用 他就在櫃上面發明了一種體驗的方式 就是他準備了一個那種紙面膜 然後呢 倒了很多很多的化妝水 然後濕敷在臉上 蓋在臉上之後呢 他再準備一種綿的那種面罩 再覆蓋在臉上 然後再加熱 就是給紅外線照射 大概照射個幾分鐘之後呢 就是有點加熱的效果 然後大概5到10分鐘之後把它拿下來 再把面膜撕下來 那皮膚就是一個水潤透 痰潤到不行 所以因為他這個方式 就很多人到櫃上去體驗嘛 就開始覺得 哇 健康化妝水真的很棒 然後好像連敏感性的肌膚 這樣用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熱賣一直到現在 既然大家都這麼愛濕敷神仙水 那到底有哪些神仙水 其實是不能濕敷的呢 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我想要交給更厲害的專家 那就是我的好朋友牛兒老師 請他來幫我們解答 通了通了 哈囉 正常 牛兒老師你怎麼知道是我打給你 對對對 欸老師 那老師我有一個 我們Vogue粉絲的問題 就是啊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啊 都喜歡用那種高機能的化妝水來濕敷 那其實我覺得這麼多的化妝水 我自己也其實會覺得說 有沒有哪些化妝水 其實是比較不建議濕敷的 好 其實如果以自己來講的話 現在剛好是夏天 所以呢 比較著重就是美白啊 保濕啊 還有就是晒後震靜啊 控油這一類的 所以這一類的高機能化妝水 我倒覺得都可以去濕敷 但是呢 有幾個地雷值分 大家要比較小心 就比如說 如果有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話 嗯 那有一些比較屬於那種 清涼正經型的化妝水呢 它的酒精比例會高一點點 那對酒精過敏的人呢 就可能要注意這一點 那另外還有呢 有些化妝水的功能是 以去角質為主 那這類的化妝水 它其實正確的方法 是用踏實的方法 它不是用敷的方法 所以如果說是類似去角質的化妝水 這一類的化妝水 也不建議拿來做濕敷 哦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如果是濕敷化妝水 大概以時間多久為最好 嗯 其實我認為就是 因為化妝水的安全係數很高的 嗯 所以呢 你就是趁著它乾掉之前 哦 其實都沒有問題 哦 那如果你現在的盲目來講 如果說你說多少 你一天就會有效 我覺得最短五分鐘 你就可以看到效果 嗯 那你要敷久一點的話 差不多10到15分鐘 而且有的是化妝水 因為它質型比較水性 所以你要注意到 它的乾呢 是先從額頭開始乾 然後再乾到下巴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 你額頭已經開始乾了之後呢 就應該要拿下來了 哦 好的 那我知道了 原來化妝水這種濕敷 還是有一些要注意的 那我知道了啦 好 那我想老師應該有回答 我們粉絲的問題了 那老師就不耽誤你的時間哦 好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現在大家都知道 哪些神仙水是可以濕敷 哪些神仙水是不建議濕敷的吧 像最近啊 在IG上面很紅的 就是這個 屏幕宣言的靈芝水 大家也都蠻喜歡拿它來濕敷的 其實我自己啊 蠻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 就是有點靈芝中藥的味道 又有一點點植物精油 有點療癒的效果 那有一些就是皮膚因為曬太陽啊 泛紅敏感的人 其實拿來濕敷可以鎮定你的皮膚 你可以倒在化妝棉上面用擦拭 就是一擦一擦 就讓它去除角質嘛 然後呢擦完之後呢 臉上面還有一點點化妝水 再用掌心按壓 按壓可以這樣 就是加強肌膚的微循環 壓完之後呢 你再用輕拍跟彈 這樣子 讓這個化妝水呢 靈芝水 可以再滲透到你的皮膚裡面 最後 再把靈芝水 倒在化妝棉上 濕敷 大概一分鐘 就完成了 所以 靈芝水的妙用有四招 都是蠻好的 像大家還有一個疑問啊 像是這種水液狀的保養品 真的可以保濕嗎 對於那些皮膚很乾的人 他們好像沒有霜還是覺得不行 其實我覺得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像這個 要這瓶最新的這個青春圍倒精露 它其實也是一個化妝水 你們看一下 其實它就是水 可是它也是 稍微比較凝露一點的水 因為它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粉紅色的膠囊 膠囊裡面呢 有一些精油 所以精油你們大家就知道吧 就是有點油脂的成分 可以保濕皮膚 所以你塗抹開來 它其實是一個水的質地 可是它有保濕的效果 如果你再用這個東西來濕敷 加上化妝棉 濕敷你的霜頰 其實那種痰潤的效果 不比乳霜來的差喔 是非常好的保濕效果 今天介紹了這四瓶萬用的神仙水 你最喜歡哪一瓶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也希望大家能夠在禮拜一 Vogue的Instagram跟臉書上面 有一些美容相關的議題 可以進行投票喔 然後每個禮拜五 在YouTube的頻道 也會進行我的影片首播 回答大家的問題喔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們下次見